很辛苦 姑娘進來問我有沒有事 我說沒事 我太太和小朋友都是在我們生活中住的 之後就知道了 就去拿一張特別的成績表 因為我自己患病過程之後 我希望可以幫到別人的話 我都盡量去幫他 其實我認識他太太 當時他太太給我一個訊息 就說你要不要跟我老公聊聊天 我還不知道他有事 我都想要聊些什麼 他說原來他老公上年也是這樣 當時我在醫院 他跟我臉書 看到這個人 當時我已經打了第一次法 我陪伴我打法來聽歌 因為很辛苦 我聽了一首歌叫Life Goes On 剛好有這個人 作詞 但我又不知道他叫譚建文 我就知道他叫Dash 我作詞寫著譚建文 我原來就是他 我就很感謝他 我說你十幾年前寫的東西 不覺得今天能夠鼓勵我 所以我們就這樣認識 他對我來說是我很感恩 因為陪著他去經歷一個很難忘 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一個過程 他之前有一張照片 在澳門和張繼聰拍照 很瘦 他現在肥一點 很瘦 我完全沒有想過他有這個 所以我就覺得 原來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就好像有一種 突然找到滋陰 滋陰寶神 滋陰寶神 哈哈哈哈 找到滋陰 所以就這樣和我朋友 加上我來澳門之後 他比較人生的腦不熟 我帶他去吃東西 他只有五十多公斤 所以要多吃東西 拿回體重 所以慢慢就多了去聊天 醫生和我已經第四期 我個人是很正常的去醫院 我不是病著 醫生這樣確診 那個反差很大 看不出來 其實這個是最 我覺得是癌症比較恐怖的地方 是啊 你明明對女兒很好 無端端對她說不喜歡你 我做了些什麼 好有趣 好有趣 真的這樣想 所以接受不了 更加接受不了自己 你知道生癌症 我們經常見得多別人 例如拍電影 展示出來 癌症的人的樣子 神不了解 灰了 戴冷帽 本來沒事變得有事 那種形象很深入 直入我的腦海 癌症是這樣的 很怕變成這樣 我怎會接受到自己 變成這樣 所以我一開始 我給他盲室 我是不醫的 我跟醫生說 都第四期了 我還入了骨髓 除了打發療 還有什麼方式 他說沒有的 我不醫 我一直放棄 我跟醫生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是醫生 因為我不想變成這樣 大概20分鐘 好像去找我弟弟的時候 做完一個檢查之後過去 然後駕駛這輛車 戴著頭盔的時候 突然間自己跟自己說話 因為被迫在裡面 那些什麼 全摘的 全摘 我真的中了 那怎麼辦呢 開始害怕了 你剛才也問過 會不會去埋怨這件事 開始了 其實我做錯了什麼 還有 我真的沒有對誰不住 很多這些出現之後 然後 一路去想的時候 我就突然之間 跟自己說 我說 譚建文 其實 你已經賺了 對上的人生就是 很多歡呼聲 掌聲 特馬聲 萬馬聲 很多自己的經歷 就是在樂隊也好 或者在家裡 就是人生 對上的人生 都是賺了 那為什麼要害怕呢 還有我又有 太太和女兒在等著我的時候 再不是害怕的一個時候 所以就立刻哭 戴著頭盔哭 而自己去調整 然後就 OK 我接受 總之什麼結果都好 我接受 再去 立刻去做治療 盡快搞定 我一向都很擔心 我自己遇到 譬如有些病 或者意外 要家人撲水 所以我就十幾年前 就是我做幕前 需要到處去 我經常覺得 可能有些交通 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也有些交通意外 等等的事情 我不想我自己有什麼事 就睡在醫院 用我爸媽 或者我弟弟 要這樣頻撲去醫藥費 然後我十幾年前 自己叫買一份保險 然後到最後 到我過完那程 電單車之後 到我再確認了 是癌細胞 就是惡性腫瘤的時候 就立刻找我那個保險的經紀 也是我以前的朋友來 就是夾班的朋友來 問我 我要醫療怎麼辦 我沒有錢 他說 你放心醫 對呀 這一下就覺得 我更加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因為我不會影響到我家人 我跟醫生說 我不想做 因為我確診 到我要做那個活動 其實只差兩個星期 我說 不如我過了兩個星期 才做這件事 但醫生說不行 如果你做完這個活動 才去治療 就怕你入了血 血南已帶走他 他就不給我 那我就很自責 但是 我剛剛所說 多方的壓力 言語 因為那個贊助 就是我一次吃早餐的時候 那個贊助 進來我吃早餐的地方 那個時候 我已經跟我老婆 和我老婆的老闆 我想跟我老婆的老闆 說定 我準備治療 其實我已經軟化了 我就說 我準備自己的治療 我老婆的工作上有什麼 麻煩你多多照顧 我突然見到一個贊助 我突然見到一個贊助 我突然見到一個特意吃早餐 他一進來坐下來跟我說 他說 教練 不如我們不要搞這個活動 我們不做這個活動 讓你先處理好身體 那我就看著他 那我就看著他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這個年 但我未預期他知道 那我就看著他哭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的關係 我要整件事沒有得去做 還有我也不甘心 但我已經 他這個舉動 就讓我 真的 徹底要接受這件事 所以就是一個早餐的時間 我當天的下午 就要回去 再檢查 我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幾個人一起哭 我一瞧很感動 接著就下午回到山領醫院 或者開門 就說 等一下要請到 不知什麼一套殘室 我進去就說 醫生 我要做化療了 我要開始了 那我的醫生還拍手 他說 哎 張教練你終於無心轉移 你終於開 經過了這幾個月 八個月 我沒有變到我想像中那麼灰 我還肥了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都是要時間的 如果我當初沒有接受治療 我現在是不是坐在這裏呢 不要 好像對著病很憤怒 這樣去 我要打贏你 我要拆低你 其實 那些都是自己身體細胞 只不過是變異 變成了一個癌症 所以其實 和面對病情 或者面對一個 很艱難的處境的時候 你還要再加上你的怒火去跟他砌 其實最傷是自己 我跟自己說的就是 比我更不幸 比我更辛苦 比我更痛苦的人 大有人在 八月中 找到之後 九月頭就做癲癲 所以 其實這個已經是 不幸中的大行 所以 加上有個女兒在我等我回來 有這麼大的動力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 是真的自己去為自己 平台上 有得到很多方技人的 鼓勵說話 但是那些人 平時對你沒有什麼交集 不認識你 只是在網上認識你 他知道我有事之後 有些人寫封信 或者在平台上 給了一篇問我 看 鼓勵我 我覺得這些說話 是在那時候 我彈化了 或者我 將這件事公開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一個安慰 是的 我們都覺得 原來我平時這樣做的 是在模型中 會給到那些人 鼓勵人 對 以前我是不小心 鼓勵人 現在我出事 他們就給我一些鼓勵 說了這件事 給陳奕迅先生聽 然後陳奕迅先生 就唱了幾句歌詞給我聽 而那幾句歌詞 我最喜歡 是否再辛苦也好 這件事 可以聽到 我聽到 哇 他唱給我聽 他叫我Club 那些 很親切 很親切 很像Friend 所以我覺得 這個好心 是會手震 是不是他呢 是一個很窩心的 很窩心 對 你看到他好像 沒有東西 但很甜蜜 勇氣這件事 是真的要的 但當然 如果我們作為安博者 我會這樣想 我們有勇氣 去面對這件事 亦這麼公開 去開玩笑 我覺得 其實 不見得 所有人 都要用這個方式 都適合這個方式 去面對這件事 因為每個人 有每人的環境 性格 身份 有兩個人的 因素 我們兩個 能夠這樣 適合我們 但我們 都不會 要求 或者想別人 去接受 而 勇氣是一定要有的 或者 你這個方式 這個方法 怎樣的態度 面對這件事 不能夠強求 因為有些人 真的 一下子就改變了 本來是一個很開朗的 但一有這件事 收買了 因為我最近也知道 一個人是這樣 他真的是這樣 到現在 他都沒有 是沒有人找到他 很明顯 收買了 不能夠 要求 硬性 一定要這樣面對 因為他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喜歡 無論是生理 或是心理 都不舒服 所以 我不會打自己多少分 去面對這件事 但我就覺得 用你自己 覺得舒服的方式 去面對這件事 希望他的勇氣 能夠蓋過 不舒服 最後能夠克服 不要將在自己身上 發生不好的事 放大 然後 將自己身上好的事 縮小 你就會變成 鏟絕人環 但要嘗試 將自己的好 或者身邊擁有的東西 去放大 這樣去面對生命 會開心很多 是的 我以前 未有網絡發達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是人對人 面對面做 現在很多都是 電話對電話 可能變相 我自己會更加收藏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年代 更加需要 多一些人 對 面對面 如果不是我看到他 他看到我 大家不會有個 真是一個很 很正確的效果 盡量去做多些 讓自己舒服 開心的事 喜歡的事 做得住自己的生命 可能老套一些傳統的 條命 爸爸媽媽給你 條命 你父母給你 要孝順 當然要孝順 要成 但一定不能忘記自己的生活 不要忘記自己喜歡什麼 在你孝順的同時 都要對自己好 都要做多些 哪怕有時候 聽長輩叫你不要碰 你不要碰 但只要不是一些很作奸犯波的事 不是很對不起這個社會的事 你去做多些自己喜歡 自己開心的事 對 你試多些事 這個世界很大 試多些事 見多些人 你就是對得住自己的生命 想不到我有生之年 你喝男精病人 最推崇飲的 補充抵抗力的飲品 是著巢出的 這個咖啡味 我妹寄給我 新鮮聞到 希望我喝 開始有反應 客人很噁心 個人發熱 頭開始痛 今天是第16日 回到山頂去洗館 其實很早已經接受了 因為這是其中一個階段 我好像有點變態 我也想看這件事 對我身體有多大的傷害 有多熱 我也承受到幾個 我只想找Ring和我 鏟鏟的頭 我就正式變動離大幕了 沒看過 留在這些 黑透成都 從我做了法聯之後 之後 過去做了法聯之後 我和人的成功 都為了 我又覺得變動 其實就是這件事 再辛苦也好 而不要淡忘 前往